吴尼娜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呢 带来来看到针对媒体外界 对于县府0403重建振兴遭到质疑 为了消敏外界的疑虑 30号下午县长徐专卫 率领副县长严新章 秘书长饶中 以及各局处首长召开记者会进行说明 我们很实际也很实在的在做事情 但是从前几天开始 有非常非常多的新闻 而且非常的问乱 或者是在诋毁花莲县政府 或者是在做一些不当的传播 所以在这里 花莲县政府以及曾蔚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来跟我们所有的 国人以及花莲县的乡亲来说明 我们提出了租赁 以前是6000块三口以下6000块 我们提高到租赁三口以下8000块 最高到18000 很开心工程会能够接受 而且反映到中央 很快的中央也同意 有社会处的提案 那有死亡重伤中伤 我们希望都能够为所有的灾民 能够让他们能够更宽心 也能够让他们能够更放心 所以无论是死亡重伤中伤的部分 我们提出了方案 另外对于受伤者的医疗照顾补助的部分 慰问金的部分也提出来 另外对于0403民众生活辅助的部分 红黄单的部分 将近1900多户 将近2000户 每一个月2万块 一户2万块 为期24个月 为期24个月 这个的经费是大概9亿多 灾防在花蓮县被指定为重大灾区的时候 它就已经自动启动 启动这些的 所以在我们的250亿里面 其实有很多因应灾防法 它已经全部自动启动 那些都有 无论是法定预算 或者是基金都会支应 来相对于支应 那其实在这个250亿的部分 我们也会 待会儿会请这个五进一局上 来为大家说明 我想说了这么多 其实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知道 现在的资讯太过问乱 太过问乱 但是很多的经费并没有到位 也没有公文 我们没有办法去执行 所以在这里真为再次跟所有的乡亲报告 真的感谢所有的乡亲 以及全国的国人 对于0403花蓮县 大家这么的热心 这么的关怀 这么的温暖 我们绝对一步一脚印 踏踏实实的往前走 我们也不会去浪费每一份善款 而每一份善款都会用到 我们所有的灾民的身上